最近美国总统特朗普有点四面楚歌的意思 先是因为BLM运动兴起 在美国最新的民调中 他大幅落后于民主党竞争对手乔拜登 然后不得已承认戴口罩是有用的 这两天又因为从世卫组织任性退群 遭到了不少医学专家和媒体的口诛笔伐 国内政治一团糟 现在他后院又着火了 他的亲侄女要写书抱他的猛料 据CNN和环球网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侄女玛丽特朗普 在新书太多和永远不够 我的家族如何造就了世界上最危险的人 这本书中爆料称 特朗普曾付钱给某人来替自己参加SAT考试 也就是美国的高考 帮助自己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 因为特朗普担心自己的平均成绩和班级成绩相差甚远 会导致他无法被录取 玛丽特朗普在新书中写道 特朗普一个从来不缺钱的人 给了他的朋友很多钱 他招募了一个聪明的孩子 一个成绩出众的应试者来替他考SAT 他还透露这名替考者为此付出了很多努力 美国媒体报道中指出 特朗普最早在高中阶段 曾在纽约西北部的一所军事学院 纽约军事学院上过几年学 这所学校离西点军校不远 但是性质完全不同 后来他去了纽约的福特汉姆大学 再之后转学到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沃顿商学院 但是他实际上并没有从沃顿商学院毕业 他只是注册了一个四年制本科 并且只上了两年学 尽管这些说法都遭到了白宫副新闻秘书马修斯的反驳 称指控是荒谬的和完全错误的 但是高考成绩造假的帽子一旦扣上 则意味着特朗普本科学历也存在造假的嫌疑 严重的可能会面临学历被取消的风险 这也意味着在今年的大选中 特朗普的人设可能彻底崩塌 这并非是特朗普第一次被质疑学历造假 早在2016年 英国《每日邮报》的知名调查记者 普利策奖得主戴维·凯·约翰逊 就曾经在《特朗普是如何练成》的一书中披露 特朗普满口谎言 他不仅没有上过著名的沃顿商学院 甚至还伙同子女以开发度假村为由 骗取投资者数千万美元 而当初在共和党初选阶段 特朗普在各种竞选集会和辩论活动上 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 我是个聪明人 我读过沃顿商学院 经过30多年的调查和多次采访 堪称特朗普专家的约翰逊 却在新书中戳破了这一谎言 他指出特朗普从未上过著名的沃顿商学院 只是在这所高校的一个四年制本科课程 注册了两年 他调查到的真实情况是 1966年 特朗普从福特汉姆大学 转学到长春藤名校宾夕法尼亚大学 正如特朗普经常说起的 那里有非常著名的沃顿商学院 但事实上他没有在那里就读 他以大学四页生的身份注册课程 然后拿到了一个经济学学士的学位 除了特朗普本人的学历涉嫌造假 早在2016年就有不少记者指出 特朗普的夫人也涉嫌学历造假 这位在斯洛文尼亚小城塞弗尼查长大的女人 并不像她的职业网站宣称的那样 从卢布尔亚纳大学获得了建筑专业的本科学位 事实上上完第一年后 她就去米兰发展自己的模特事业了 但她声称她在成为慈善家和护肤行业的企业家之前 获得了学位 另外在去年有媒体爆出 特朗普政府的副助理国务卿也存在造假 这位叫米娜昌的韩裔美女 假装从哈佛大学毕业 并且把自己的照片PS到时代周刊的封面 她声称担任过跨国慈善组织的首席执行官 米娜昌现年35岁 2009年还仅仅是一名唱韩国流行歌曲的美国韩裔女歌手 后来她成为特朗普政府的副助理国务卿 这个职位年薪高达6位数美元 所在的部门掌控着600万美元的预算 而副助理国务卿通常拥有最高机密安全许可权限 目前尚不清楚米娜昌是否也有这样的权限 特朗普政府被揭露的一系列造假行为 随即引发了美国网友的重怒 网友们想起来现任美国总统也曾被炮制过假的时代这款封面 还挂在她的高尔夫球俱乐部里 看来这届美国政府真是历史上罕见的一届 还有四个月就又要大选了 不知道美国人民的选择会是怎么样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